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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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要上的是马克思·瓦伯 马克思·瓦伯在社会学院已经有名到 不知道怎么办成好的地步 所以要講它的知識社會的部分,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當然它知識社會的部分也有部分跟宗教有關 那它的宗教社會學,我們在土耳干的地方也講過它的知識社會的部分也跟宗教也很有關係 所以知識社會跟中教社會學某種程度是重疊性很高的 那第一個當然要先強調一個大概在所有的社會理論裡面沒什麼人重視的主要版本的問題 你才知道它的整體的宗教社會學的出版有哪些 左邊這個部分是它原始出版年代,後面那個是後來結集出版的年代 你這樣子讀書有一個叫做思想發展脈絡,它是怎麼寫的 或者它寫作脈絡,然後這個是它的一個出版脈絡 所以出版的時候是從後面把這前面的文章不一定根據順序 譬如說《新教論資本主義精神》 那這個後來也有知道《新教論資本主義精神》 但是有一些細部的問題,譬如說《新教論資本主義精神》 它後來在全部裡面加了一個序言 這個前言其實是192020年寫的 可是因為在當初出版的時候放在這個前面 然後這本書又被單獨的出版 然後那個序言又放在這前面 就被誤認為那個序言是針對這本書的序言 其實不是的 它是針對整個宗教社會論文集的序言 那現在當然比30年前要清楚 30年前很多人搞混這個事情 第二個是它兩篇小文章後來變成是一個叫 《教會與教派》跟《北美的教會與教派》 原來出版的時候是這樣的名稱 後來改成這樣的名稱 也收入到這個《新教論資本主義精神》 然後這篇文章後來就變成《新教教派》 只有這兩個字不一樣 《倫理》這文章比較有名 《教派》這文章相對而言沒有那麼有名 中文一本很非常的晚 然後接下來有一個當他還活的時候的《新教倫理》的論戰 那個論戰就好幾篇文章 然後人家批評他的 他回應的 現在都有英文文章 中文到現在沒有 那這些在《宗教社學論文集》都沒有收入 這裡其實可以看出來韋伯如何的澄清 別人怎麼樣批評他的研究 那他有如何澄清一些問題 特別是他在資本主義精神的反批判 或者叫反批判的總結裡面 他有更清楚的說明 那接下來是他有一個部分 是叫《宗教社會學》的部分 這個部分後來受到《經濟與社會》 就沒受到他的《宗教社會學論文集》裡面 那這是1911年到2013年寫作的 沒有收入 所以你要研究他的《宗教社會學》 有時候你就忽略掉這個《宗教社會學》這個整個部分 然後1916年他又寫了一個《導言》 這個《導言》其實是一個他的《宗教社會學》裡面的一個小的項目 那個項目叫做《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的導言》 一般人這個《導言》因為後來獨立出版 所以都給了一個不是韋伯當初給的名字 像這個英文名字就叫《世界宗教的社會心理學》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一個標題 現在《中文世界》大概只有中國大陸的王榮芬老師 他翻譯的時候很硬的那種《世界宗教經濟倫理的導言》 有點像香港電影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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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什麼什麼的這樣子 那這裡面包含了一篇講《儒教》 後來叫《儒教與道教》 然後一篇講《堅論》要跳到這兩篇來 這兩篇沒有修訂 這前面這個都有修訂 我寫了一本書 哼 明年才會出版 我已經寫完一年多了 都快忘掉我寫完這本書了 好 這是先講這個 然後這個中英譯本的問題是第一個譯本不完整 所以像我們通常不是懂德文的人都是從英文的脈絡來看 一本就是一篇一篇 一本一本的 那這就是去脈絡的話 完全你不認真看的話 你都不知道要怎麼去看這本書 這本書當初出版的時候是在怎麼樣的寫作脈絡 跟怎麼樣的出版脈絡裡面 那中央社會的前沿 這個是整個他的論文集前 是他大概最後寫的文章 那這個前沿是應該叫做 For Bermelcon 這For就在什麼前面 Bermelcon就是該注意的 那後面他在世界宗教經驗論裡面 有一個叫導言叫安來通 安來通比較像introduction 比較像導言 所以前沿導言 如果我們要根據這個原來字來翻譯 是有比較貼近的 但是如果你不在乎前沿導言 你覺得都是擺在前面的 那你就會忽略掉他的位置的意義這樣 所以前沿在翻譯的時候 跟他一本的去脈絡話 或去脈絡意義 他原來是為了宗教社會論文集的整個體系 而不是為了其中一篇文章 這個是他原來的脈絡 那德文版本是在1905年 刊載於社會科學社會眾策學報 這個一般都根據韋伯自己的說法 1904-5他寫的文章 可是登出來的時候 那刊物現在都看得到 以前在法學院的圖書館的地下室 日本時代就收藏的這個全套的 社會科學政策學報 是當時的版本 我就認真翻了 就是1905年出版的 但是這個德國的研究的學者 Wolfgang Schuchter 他是他當今微博專家 他就認為是1904-1905 我一次他開會 我還跟他面職這個問題 他說1904年好像就已經印成小冊子給一些人看了 所以他認為是1904 我說可是從我們一般的習慣 你的文章不管什麼時候寫的 你是什麼時候出版的 這些事情是比較重要 所以應該寫1905 這個到現在為止呢 我看到德國學者 曾經有一個人叫Dirk Kessler 我在1997年有去拜訪過他 他編的一個 韋伯書目的資料裡面 就獨牌綜藝 只在1905年那一年 擺了這個資料 不是像一般人寫的1904-1905 現在還是很多人 根據韋伯的習慣寫1904-1905 但是根據雜誌出版的 那是在1905裡面才有 兩篇都是 兩篇文章都在1905 1904那個是韋伯自己寫的 所以你要用出版的時間為主 那應該是1905 這稍微說明一下 第二就是1920年他增補了 增補很多年 然後勘載於宗教社群論文集 然後2014年呢韋伯全集出版 那第一卷第九冊 有新教研究相關論文 那第一卷第18冊 有兩版的對照版 這個才對韋伯的東西 才比較完整的那個 就英译本呢 是1930年Parsons出版 那我有一個 我這版本學的那個 我有一個那個 1930年的精裝本 然後後來1976年 1930年以後 這個是他的當時的這個 這個瓶裝本 當時的瓶裝本 金裝本沒帶下來 然後1976年呢就這一本 這本是內容是一模一樣 但是序不一樣 他寫序的人 1930年是Parsons寫的序 1976年就換了當時當紅的 Anthony Giddens 所寫的導讀 這個導讀呢因為字寫太多了 然後這個當時的印刷有一點小問題 就證文是從第13頁開始的 我記得是這樣 就introduction從第13頁開始的 所以13頁以前是12頁對不對 12頁以前是11頁對不對 這是大家的規矩 但是這個Giddens這個版本呢 有這個頁叫做12B跟12A 這個是西方印刷史上沒有的事情 為什麼叫12A 12B 很簡單因為他第13頁以後是固定的 他沒有再改了 他頁碼沒有改 根據這個舊的版本 可是Giddens文章顯然寫得太長 其實太長以後怎麼辦呢 你都會嘛 縮小字體嘛對不對 縮小字體還不行呢 不能太小 小到看不見啊 那就來一個12A 12B嘛 所以這本書有12A 12B 就這樣來的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糗的事情 是在Giddens這本書裡面 他把Max Weber在後來有一句話 很有名的一句話 說專家沒有靈魂 享樂者沒有什麼心 然後這些人還以為他們到達人民文明的高峰 有這樣子的一句話 這句話呢 從頭到尾是在一個引號裡面 Quotation Mark裡面 可是這句話沒有著名出處 所以不知道這句話 為什麼要有引號而沒著名出處 是韋伯忘了呢 還是這句話出自哪裡 然後這句話呢 沒有人知道出處 包括德國的寶學多文的這個 Yohannes Winkelmann 也是早期的韋伯專家 就曾經說這句話可能出自兩個人 一個出自尼采 一個出自Gotto Gotto這個人 我們大部分人已經不知道他是誰了 那這句話太像尼采說的話 但是如果是尼采說的話 應該很容易找到 因為這個尼采的全集 不管是德文的 因為德文的尼采全集是義大利人編的 所以你知道這個 然後中文現在慢慢也有 所以真有這句話 其實你現在Google應該很容易找到 但是你把原來那句話 不管英文或德文Google 還會回到馬克勢文那句話 不會回到另外一個地方 好 那這個是大家都知道 沒有出處 找不到出處的 然後我們Giddens先生認為有出處 他寫得很大方 這個東西就是戈德說的 戈德 在哪說呢 你已經發現了 對著名的頁碼嗎 翻譯的也好 什麼的也好嗎 沒有 沒有著名頁碼 這個事情其實很多很認真的人 都注意到這個問題 好 你說是戈德說的 那在哪呢 有一個人 我是看了美國的一個雜誌 那時候 有一個學者跟我一樣無聊 但我就是少沒有無聊到寫信給Giddens 他就寫信給Giddens說 請問喔 你說這是出自戈德 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 reference 就是說出自哪裡 Giddens 據說Giddens跟他回信說 出自戈德啊 我改天給你答覆 所以到現在為止還是沒答覆 這是大學者做學問的一個 一個很尷尬的地方 就你宣稱你找到了 那你就應該說明在哪一個書 反正你那個書應該不會只有你有 你找到在第幾頁 更負責任的人要連 你跟哥德原來的德文在第幾頁 你都應該找到 沒有 這事情就這樣一晃 從1976年到現在 多少年了 50年了 這個事情還是一個未解的那個 所以這個Giddens就鬧了一個國際大笑話 宣稱找到了 其實沒提供證據 那台灣的倒影板更厲害了 台灣倒影板想說 這個有Parsons的前沿也不可丟 有Giddens的前沿也不可丟 那就全部擺進去 所以呢 台灣的那個有一陣子 現在沒有了 那倒影板呢 有兩個第一頁 有兩個第二頁 然後也還有一個12A 12B 然後13頁以後才是正文 就是根據這個美國的這個版 那後來好多版了 就美國的這個重印的版 這個 這個都是同樣的內容 後來才有了這個根據第一版 翻譯的英文版 我現在放在家裡說沒有拿了 那大部分都根據1920年的版本翻譯的 那這個2002年 這個就是根據第一版翻譯的 那德文後來慢慢的也有這個 這本也是根據第一版印的 然後這2002年才有那個 1920年的新英文譯本 Steven Cowbert的 除了Parsons譯本以外 英文現在只有兩個譯本 這是那個第二個譯本 英國版有另外的版 所以這是英文譯本的問題 中文就太多了 中文我曾經照過一張 光我收集到照片 大概就是這麼厚 從這個桌到這裡 那個有的是認真翻譯的 有的是不認真翻譯的 有的還是盜版 假裝是認真翻譯的 所以Max Weber的新教倫理 前幾天開會 那個清華大學哲學系的 張旺山老師 說他現在正在從譯 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跟資本主義 他根據1905年翻譯 這也是我自己知道的最新的消息 第一個 中譯本的多樣性跟複雜性 最早是1960年代張漢育的結譯本 這結譯本到底怎麼一回事 到現在為止 大概也沒有人知道 因為第一個 我猜測張老師是日本 受日本時代教育的 所以張老師可能的翻譯 可能是根據嚴波文庫翻的 那嚴波文庫 是不是就原來就是結譯本 這個我沒有去查對 但是張老師選擇變結譯本 然後在任何地方 都沒有說明這一點 也是蠻奇怪 當時1960年 這本書並沒有太紅 雖然有些像經濟史的老師 會指定這本書 在我那個時代 念書在1970年代 社會系的老師 好像沒有人指定這本書 據我的經驗 當然我經驗很有限 然後87年的時候 中國大陸有人出版了 還有91年有兩個 余曉跟陳維剛的 第一個譯本是沒有註解 沒有把註解翻出來 或至少沒印出來 第二個註解才印出來 然後台灣的出版社 就開始引進了這本書 當然當時應該也是盜版了 因為那時候兩岸 還沒有什麼太好的關係 然後1988年有一個 繁體制的古風版 這個出版社現在不在 也就是根據余晨兩個人 等人的譯本來做的 2001年呢 他們的簡體版 有再出版 這時候就是大概有授權了 但這本書其實是 一群大學生翻譯的 程度其實應該是有問題的 但是台灣沒有人要做啊 所以他們就買了這個版權 這是2001年 2007年呢 康樂檢惠美的版本 比較認真一點的版本 才出來 這是2007年 但那版本就編得有一點 註解呢 就太大了 註解之外呢 還有譯者註 那就大上加大 所以這個書 至少在正文跟註解的 那個排版上面 就我個人是覺得有點缺陷了 然後另外還有大陸簡體制的 一本層出不窮 這個你去看我那個 這個powerpoint沒有的 著作脈絡 你就可以看到 當然那個還不斷在更新中 那這裡面有講到一個 第一個就是他的 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前沿 講到其實他關心的問題 是西方社會理性化的問題 那理性化的問題呢 跟西方社會以外的地方 相對而言的 理性化的沒有發展 當然你也可以說不理性化 為什麼只有西方 有這個獨特性的理性化的發展 那他舉的證據說 你看在科學界 科學界大概從17世紀以後 16或17世紀以後 然後在文學方面 在政治方面 在法律方面 在音樂方面 他講的非常多 這個大概已經可以 某種程度涵蓋了 這個所謂的西方的發展 高等教育課程官員 國家都是西方有特殊的表現 而其他世界其他地方 他就想到探究這件事情根源 這是從現象開始 你現在寫文章 寫一篇學術文章 也會告訴你 你第一段要先描寫一個現象 你有趣的現象 然後這個現象所呈現的 是什麼樣的圖像 那通常你如果可以 譬如說你就把這個 統計數字拿出來 把照片拿出來 把最新的新聞拿出來 這都是比較恰當的方式 然後你再來接下來 把你的研究問題展開 那這裡呢第二個就是 他界定什麼叫做 因為這本書至少是 他的研究是主要在研究 資本主義精神 資本主義精神是 這是新教倫理的主要的主題 後來他研究是 資本主義的這個經濟行為 就是後來的世界 宗教的經濟倫理的部分 所以他並不是研究 資本主義 不是 他研究資本主義的 這些人的行為 或者在宗教倫理 這些人的工作倫理 是怎麼來的 這個很多人沒搞定 所以他說資本主義的經濟 不是什麼 不是盈利或追求利潤 追求金錢 可能聚集更多的金錢 那這種 賺錢越多越好 這跟資本主義是沒有關係的 這從沒有資本主義以來 人就是這樣 可是很多人在 不讀他的書 或批評他的書的時候 就特別講 到處都是資本主義 誰不想賺錢 開什麼玩笑 那他這個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為什麼呢 因為是要 第一要基於交易機會 追求利潤的行為 就形式上 和平的盈利行為 所以他有講到 戰爭的資本主義 軍事資本主義 正式的資本主義 他強調他研究 這個是一個 和平的盈利行為 而且是交易機會 跟追求利潤的行為 第二 這個盈利行為 是以資本的計算為根據 就是以貨幣形式 表示的計算資本 就是損益平衡表 德文叫Belance 英文叫Balance 一個損益平衡表 這個是盈利行為 所以他的盈利行為 是很理性的 在他來看 這是他講到的 那核心的問題 他是要討論 基於自由勞動之合理組織 第一個 那個勞動是自由的 我們在講 馬克思的 或恩格斯的 這個 違法勞動的時候 那個勞動 基本上是強迫的 不自由的 這不僅自由 而且還有合理的組織 所以他不是要研究 個人的行為而已 還研究這個個人行為 如何變成一種社會制度 然後這些合理的組織呢 怎麼樣在資產階級 產生那個階級 經營的資本主義 所以他這裡的那個 作用法叫 Bugliche Betriebs Capitalismus Betriebs就是企業的 或企業 資產階級或者公民 我們上次說過 這個企業的資本主義 這是有組織可言 然後勞動的性質是自由的 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當然只有在近代的 他後來又稱為叫 近代的理性的資本主義 Modern Rational Capitalism 有時候就簡稱資本主義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這個 就是說資本主義 什麼時代都有 對啊他也說資本主義 什麼時代都有 他還舉了很多 其他資本主義類型 但那都不是他研究 他研究這種事 在組織層面 跟在這個個人互動層面 都有這樣特質的東西 然後他就提到 你看有制度面 跟精神面的這個 別忘了這是他對於這個 整個宗教社會學的研究 而不是基督宗教論壹 跟資本主義精神 資本主義精神 只強調精神面 沒有強調制度面 所以很多人只看了 他們的文章 覺得這個文章很偏頗啊 只強調精神 難道制度不重要嗎 難道法律什麼都不重要嗎 沒有啊很重要 但他登一篇文章 不是要研究那個的 就像你看我帶了蘋果 說說老師 蘋果很營養不錯 但是橘子也不錯啊 火龍果也不錯啊 什麼什麼的也不錯啊 對啊那我只是今天吃蘋果 你看到了 我是香蕉吃其他稅果 我說你沒看到啊 我沒有認為 我不是因為我吃蘋果 我就認為其他東西不重要啊 所以這也是一樣 我研究這個不表示 其他問題不重要 我研究這個層面 不表示我覺得其他層面 也不重要啊 所以這裡他特別強調 制度面至少跟資本主義發展有關的因素 行政跟合法的 跟法律的合理結構 所以你必須有這個行政跟法律的 合理的合理的結構 就至少是一個理性的結構啊 不是有法律可行 這就是他研究的 bureaucracy 的東西啊 叫課程體制 或者它叫做官僚體制 第二個技術能力的發展 必須有技術作為支撐啊 比如說紡織機的發明啊 蒸汽機的發明啊 跟其他的工業的機器的發明啊 這必須有這個東西啊 光從那個傳統的手工業啊 或者簡單的工廠手工業 那是沒有辦法發展 近代資本主義的 第三還有家計跟營業的分離啊 這個是要分開的 不是混在一起的 傳統是混在一起的 第四合理佈計的採用啊 bookkeeping啊 你必須記載 就剛剛講的 損益平衡表的問題 第五個合理的資本主義勞動組織 那個勞動是拿到市場出賣 而且是以最高價來賣 不是有任何剝削的行為 這樣子啊 當然後來發現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 基本上是處於剝削的狀態 那這是五個制度層面 精神層面呢 他們也講那麼有條理啊 很多條理都是我整理出來的 你就不要以為說 讀他東西就是可以看到一二三四五 沒有啊 這一二三四五是我在行文中看的 那今天層面就是 實用理性的生活態度的能力跟傾向 這是看起來是一個個人層面的東西 然後還有很重要就是雙向因果 資本主義精神跟制度 跟資本主義的發展之間 是雙向因果不是單向 那他還反對遺傳論 當時認為某些資本主義發展 跟某一種種族特別的關係 特別是宋巴特寫了一本書 當時歐洲也流行這個說法 就是猶太人最愛賺錢 就像在東南亞華人最愛賺錢 所以常常會排華 為什麼排華? 因為他還除了賺錢對那個社會 沒什麼認真的貢獻 這是華人跟猶太人某種程度相近的地方 這也是排斥外來的人 特別是會賺錢的人的一個 常常見到的理由 這當然都是歷史的悲劇了 那他種族論 遺傳論跟種族論 這個可能跟宋巴特的研究是有關係的 那當時其實在希特勒上台以前 歐洲已經累積了大概100年返游的傳統 在這個莎士比亞的戲劇裡面 叫做《威尼斯商人》裡面 也有一個很柯的一個猶太人 好像就叫Sherlock 就是Sherlock Holmes的那個Sherlock 後來很少人有這樣的名字 因為除非你知道Sherlock Holmes 所以你叫Sherlock 不然的話 你知道Sherlock就是那個猶太人 那不是好名字 好 那個新教倫理政策 我們就回到了另外一個 年代的問題我剛剛講過 如果1914有 那是因為可能當時就有一個 非正式的出版 或者小規模的出版 那一般的來講 一般人可以看到的是1905年的書 然後這個是韋伯自己說的 190405 我就查了原點 發現是1905 然後呢 本人會不會弄錯 本人當然會弄錯 我自己在編講一的過程裡面 也常常有這個 不小心計算錯誤啊 或者我計算的原則不一樣啊 今天就有編輯跟我說 我哪幾個表格弄錯了 我仔細看 果真 還有一些地方真的是因為自己做得太忙了 就沒有弄好啊 所以當然做得會錯 很多人相信做得不會錯 這點我是感到很驚訝的 所以說1904就出版了 那研究的緣起呢 他指導一個學生 這個學生叫奧芬巴赫 奧芬巴赫的論文名字叫 《教派與社會階層》 這個就是馬克斯芬巴的第一章的名字 第一章名字用你個學生論文的名字 這個如果在現在可能就要惹出一些麻煩 你是不是跟學生和 是不是剽竊學生的研究成果啊 然後角逐中引用到學生這本書 簡單統計表格 但後來的研究 我最近剛開頭在做這個研究 就覺得他那個表格引用是有問題的 因為原來表格很長 他是引用一個部分 那他沒有引用的部分 好像對他的利潤會有一點不利 所以韋伯好像在選用這個資料的時候 有一點點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地方 這裡面這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統計資料的引用 很多人很重視這本書 認為這是社會學的第一本寶典 我認為不是 我認為社會學第一本寶典 從時間上來看 應該是圖爾幹的自殺論 為什麼 第一個他用到統計圖表 他要證明這個社會層次的東西 不能化約為心理層次 那馬克斯芬巴這個基本上 研究的不是社會學主題 是一個歷史的主題 他用歷史的方法來做 然後他的統計非常的弱 弱爆了 用你們現在的話來講 所以這本書要變成社會學的第一本經典 我覺得是不夠格的 這本書是很好的一個思考的起點 這是對的 但拿來社會學來講 我覺得圖爾幹的是比較恰當 在方法上的運用 在思考上 還有對社會學觀點的運用 都比這本書強很多 因為這本書 你要說是有社會學的觀點 我真的要很佩服你去怎麼想 因為他不是馬克斯芬巴 要不是寫了這本書 當然不太會有人重視 有一個學者就研究 在引用這篇文章裡面 社會學引用最多 因為他是社會學理論的大師 所以大家常常引用馬克斯芬巴這本書 因為這本書相對然最好讀 可是他的社會學相關性在哪裡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經濟史的老師 因為從經濟史來看 經濟史的人很少引用這本書 因為這本書在經濟史研究 一點都不出色 一點都不出色 所以經濟史人不會引用這本書 資料的運用啊 什麼都是有很大的缺陷 所以這是我下次這本書 這本書的一些批評 我以前不知道 因為我們都是社會學的人 所以常常覺得這本書 當然很重要 開什麼玩笑 我們已經習以為常了 但是你如果有另外一個觀點 特別把這本書內容 好好看一下 這會是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之所以 之所以學要講它 是因為它強調 基督信教倫理 這種思想層面的東西 跟資本主義精神 這種思想層面的東西裡面 有怎麼樣的親近性 要強調的是這個 好 那他就談到資本主義精神 跟代表人物的觀念 他提到的是一個不在歐洲 他的其他例子都在歐洲 這個例子不是 叫Benjamin Franklin 富蘭克林 很多人都讀過他的傳記 他引用的又不是富蘭克林的自傳 引用的是富蘭克林的另外一本書 強調時間就是金錢 強調這些東西 他認為這就是資本主義精神 最好的代表 那為什麼沒有在美國發生 富蘭克林 富蘭克林是廢城人 你為什麼引了富蘭克林 然後在歐洲發生 你這舉個例子不是有點奇怪嗎 你應該已經是在歐洲的人 然後歐洲發生才對 你引了一個美國人 然後你說資本主義精神 在歐洲發生 你這個跳躍非常奇怪 雖然富蘭克林也算是 廣義來講也是歐美人士啊 第二個是路德的天職觀 這Berouf這個觀念 這觀念在路德以前號稱沒有的 那路德是現在叫信義中 在台灣 信義會的一個始祖 那新教只有兩個頭 一個叫路德 一個叫克爾文 或者有人判成加爾文 那路德跟克爾文的這個 都是新教啊 那你講新教倫理 那個路德的牛說不是 路德的觀念只有一個 他翻譯是把聖經翻譯成德文的時候 因為以前聖經是拉丁文 再更早的時候 有些是希臘文 翻譯成那個時候 多出來這個Berouf這個字的觀念 這個字 那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這個字就是我們現在說天職 就認為這是你天生就該做的 不是為了別的什麼理由 那他也提到近代理性的 我剛剛講過 近代的modern 理性的rational 資本主義的內涵跟政治 比如說近代的理性資本主義精神 他誇好暫時的定義 這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說 這本書只有在這時候定義 定義完了以後就沒有再有一次 最後的定義 這個後來的研究方法叫做working definition 就是你暫時性的一個定義 定義完 理論上你要根據你的結果 再來修訂這個定義 就大部分人在working definition 完了就完了 就不會再注意這個問題了 好是理性的跟有系統的追求利潤的態度 就像我們在富蘭克林看到的例子一樣 所以前面有提到那種他對資本主義的界定 這個一直是這樣 所以只要是理性的 計算到手段跟目的之間的 能夠怎麼樣最省利怎麼樣最省錢的 然後追求最大利潤 這聽起來就是一個經濟人的概念 然後你學經濟學 老師告訴你經濟人就是這樣 怎麼樣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然後CP值最高 現在日常生活裡面也都告訴你這個東西啊 好那這個有一個學者叫Frank Parkin 他曾經在一本書裡面說 其實資本主義的精神跟實質 是可以有分成這四個表 沒有資本主義精神跟沒有精神實質的 叫做部落社會 沒有精神的但有實質的叫東方社會 然後有精神但沒有實質的就是富蘭克林 他舉例子 然後兩個都有的就進來資本主義社會 我覺得這個分類還蠻有意思的 把這精神跟實質放在一起 那韋伯提到的新教教派 那他有提到克爾文教派的影響 克爾文教派 還有禁前教派Pietism 還有三位私理宗叫Methodism Method跟方法跟這個 Method另外一個之後Methodical 就是你生活是緊緊有條的 很有秩序的 這叫Method 那這個每一美教會好像也是Methodism 還有進行會的各派Baptist 這個我對教會了解不多 但只能夠這樣 那跟資本主義精神有關的 新教的工作倫理 所謂的新教倫理 其實是新教的工作倫理 不是什麼家庭倫理啊或其他的 那有關的就是一個天職說 德文叫Beruf 英文或者譯成Vocation 不是Vacation 是Vocation 或者叫Calling 那欲選說這是克爾文教派 叫Predestinations letter 或者The letter from the Gennadenbar Gennadenbar就是上帝選擇的恩典 選擇的意思 英文叫Theory of Predestination 這意義很簡單 就是誰是上帝的選民這一點 是從出生就決定的 你的努力是沒有用的 你後天努力是沒有用的 那這引起了很多人的爭議 那我到底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到最後審判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那我現在努力工作來得及 來不及被補 後補成為這個選民 那沒有用的 是選民就會認真工作 但認真工作不一定是選民 所以這個有一點像 以前我們考聯考的時候 老師會告訴你 你要考上好的學校 你必須好好認真的讀書 然後準備考試 但是你準備考試 認真的準備考試跟讀書 不一定是考好的學校 那誰會考上呢 只有到聯考那天 放榜那天才知道 所以這個我常常覺得 育選說跟這個 我的這個經驗大概是最接近的 然後到聯考那天 那考上了 你當然就覺得 他當然實至名歸啊 你看他都認真 考不上呢 考不上說 哎呀他就是運氣不好啊 像他那麼好的人 怎麼會考不上呢 他那天感冒啊 他那天生病啊 答案漏作了一題 所以每一題都往上推 就都錯了這樣 反正替你找答案嘛 所以育選說 這種事後諸葛 誰都會啦 誰都可以講 那有用跟沒有用而已 第三個是 俗世世界的治愈 這個治愈呢 我最近喜歡把它翻成寡欲了 清心寡欲這樣 講到治愈呢 這聽起來就有一點點奧口 也不是傳統的中文 那這個很不幸的 這個德文原來叫 Inner-Veatrice Askes 那原來的翻譯叫 Wordly Assetism 就是世俗的 從英文來講 這個就是 所謂的寡欲 或者是治愈主義 或者是 劫欲 劫志欲望 或者叫世俗寡欲 那這個Gertgen-Muth呢 後來的翻譯把它翻成 Inner-Wordly Assetism 根據德文的原來就是 可是英文一旦翻成 Inner-Wordly 這問題就搞大了 因為世俗就表示 你在世間 Inner-Wordly 表示你在心中 修身其家什麼那種 誠意正心那種心中 Inner-Wordly 所以就變成 就常常翻成中文 就變成 內在世界 或內心世界的寡欲 或者治愈主義 或者禁欲 禁欲或者那 因為它不是禁啦 它還是保留著 那個基本的欲望 譬如說性啊吃啊 吃不是為了要吃的好 你只要有的吃就好 性呢是為了 傳宗接代 而不是為了歡愉 所以它這個 不是完全的禁欲 而是寡欲 我覺得這比較好 所以這Wordly 跟Inner-Wordly 這一翻 就這個世界 就變得很亂 所以很多人 從字面來了解 就認為它強調 是內心裡面 有這樣的壓力衝突 那好像變成 精神分析的解釋 其實不是的 所以你在這個世界 你在日常生活的時候 你要走 走節儉的道路 簡單講是這樣 這裡講到這個 苦行主義的 新教職業倫理 他說只有在這裡呢 按照一個 一般是 超世俗神的意志 通過理性的行為 俗世成為 履行責任的對象 其實在西方的宗教裡面 因為是要等待上帝拯救 這個是 此事是沒有意義的 真正有意義的是 上帝將來許多你的世界 所以你在這個世上 沒有意義怎麼辦呢 那你還是要 勤勤懇懇做好自己的責任 你才能到達另外一個世界 才有你的位置 這跟佛教也是一樣 你要必須修德 然後將來到了西方結論世界 你才有一個恰當的位置 這一直到人間佛教起來以後 才有在此次要努力的做一些善行 這樣的說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台灣的佛教會 比較不一樣 不是隱居山林等待那天來臨 而是在此事就修好來世這樣 所以行為的合乎理性冷靜的 而不是奉獻給俗世目的的特徵跟成就 是神賜福給這一切的標誌 所以你只要有冷靜理性的人 基本上就是上帝賜給你的 一個特殊的恩寵這樣的 所以這個簡單說是這樣 這是經濟與社會中對於這個的補充 因為在這個基督新教論理跟 資本主義精神這本書裡面 並沒有這種理論式的論述 這個論述我覺得論得相對而言非常好的 那他主要找出來的證據是什麼呢 是一個英國的傳道士叫做Richard Baxter 那你怎麼知道傳道士的說法就是老百姓的做法呢 如果我們從日常生活來講 就是因為老百姓都不這樣做 他的教區的教民都不這樣做 所以他才要這樣講啊 如果你每天做的事情他需要講嘛 所以這個用Richard Baxter或者Philip Spaner這種人說法 是不是剛好反正他講的東西都是日常生活沒有人實踐的東西 還是怎麼樣 你要怎麼去確定這個 因為你馬克斯特別不用大生意人的行為來當成他的證據 資本主義的精神 他特別不覺得那個事 他就要從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來看 那這個能反映日常生活嗎 我想這是一個大問題 也不能說不是也不能說是 你要找到相當的證據才對 還有課文教派跟進行會的各派 剛剛講過 那第三個問題 所以你看一本書 它叫《新教論理和資本主義精神》 那你就知道新教論理是什麼 資本主義精神是什麼 它用什麼東西來證明 接下來就是兩個的關係是什麼 那這兩個關係 一個叫英國一個叫相關 我們社會學裡面大概到目前為止 社會科學也是一樣 兩個事物 我們用最簡單的說法 第一個是沒關第二個有關 沒關我們就不用討論了 那有關是英國還是相關 相關就表示兩個有關係 但是關係的前後搞不清楚 所以英國是更細緻的說法 英國必須包含相關 還必須包含時間的前後 還必須包含它之間的關係 不是虛假關係 你連負面表述都有 那韋伯有講過選擇性的親近 這個在我年輕的時候 是一個爭議很大的 很多人認為選擇性是 有別於相關跟英國的一個第三個選擇 那第三個選擇是什麼 你講給我聽啊 沒有人能講出來 就覺得是很神秘的第三個選擇 我覺得根本就不是啊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所謂高度相關的一種 一種修辭學的說法 不管德文的叫Val-Vivantia Val就是選舉或者選擇 剛開始Parsons翻成Correlation 就是相關的意思 現在所謂的統計上的相關就是這個字 後來才被Cira Mills等人翻成Elective Affinity 這個字呢是相對於德文來翻的 Val就是Elective Affinity就是Val-Vivantia 然後Val-Vivantia有時候單獨出現 就是他跟誰跟誰有親近性 這是一個常見的一個用法 這樣 所以這個是在關係不明確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字 關係明確了 要不然就英國 要不然相關 要不就是不相關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清楚的問題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的 那我當然後來有個證明了 說的人非常少 不是沒有人 我後來研究 我說了很早 因為我知道這件事情很早 所以我後來就把這個小說認真看了 台灣的這個小說叫做愛的親和力 中國大陸只翻成親和力 沒有愛的 那台灣的這本小說的序言 是我寫的 唯一的譯本 這是歌德的同名小說 就叫選擇性的親近 選擇性的親近 所以他的意思說 就像當時的化學知識 化學元素之間 有些會組合成一起 有些不會 就沒有這種選擇性親近 然後組合了以後 有的又會分開 簡單的觀點是這樣 所以他一個故事 這故事男主角叫愛德華 女主角叫做沙綠地或夏綠地 然後兩人相愛 但兩人相愛 因為兩人都很窮 所以沒辦法結為連理 所以各自就男婚女嫁 那女的嫁的是一個富有的對象 然後這個男的後來 他們就各自好像離婚了什麼的 然後兩人又相遇了 所以很多故事在這裡一停 這故事就結束了 沒有這故事沒有停 沒有在愛德華夏綠地結為連理就停了 這故事呢 只是第一段後面 所以愛德華呢 後來還是跟沙綠地在一起 這是故事第二段的開始 然後他們就有一個大的農莊 非常大的農莊 他就覺得我們應該來整理這個農莊 然後兩個人還有一個小孩 所以這已經快樂到不行了 最好故事這裡結束就沒戲了 就不用再下去了 下去你就知道完蛋了 愛德華就把自己的一個朋友 叫做尚尉的人 這尚尉好像沒有名字 就在書裡面就叫尚尉 然後他就把尚尉找來 然後夏綠地呢 把自己的一個年輕的親戚 叫做奧地利的人找來 幫他照養小孩 但你知道這些人 如果在小時候出現 一定有他的用意 這些人的出現 就是要讓這些人交叉相愛 所以呢 愛德華就愛上了奧地利 這非常 你只要知道他出現 你就知道 就像偵探片 有些人莫名其妙的 台詞很多 你覺得他將來可能就是兇手 不然的話 他台詞那麼多幹什麼 所以你就看西偉 看出一點經驗來 所以愛德華愛上了奧地利 然後這個 沙利地呢 跟尚尉也有一些曖昧的情感 但沙利地跟尚尉呢 就發乎情指乎力量 人就沒有做出樂舉的行為 然後後來尚尉走了 但是呢 愛德華愛上奧地利以後 就一發不可收拾 真是愛到 絕對不可能 世界上有別人 就把他當初跟沙利地的關係 就徹底忘在腦後 然後呢 這個一定要有個大悲劇出現 對吧 這個大悲劇就是 沙利地不是被請來 照顧他們的小孩嗎 照顧愛德華跟沙利的小孩 就這個小孩呢 就變成這故事的犧牲品 這小孩呢 有一天就在那個水池裡淹死了 淹死了以後呢 你想這誰的責任呢 奧地利當然奧何能不能夠 不宜啦 對不對 因為這個你看他愛上了 他那個愛德華 然後又把人家小孩 沒照顧好 淹死了 這個他能活下去嗎 所以就意欲已終啊 然後呢 這個愛德華 看奧地利死了 也很難過啊 也死了 小說家寫不下去就死了 你知道嗎 這最差的小說家 不知道如何解決問題 然後就讓他死 這是我以前學寫小說的時候 這個書上一直警告 說你千萬不要讓故事中的人物死掉 讓他死掉 就表示你根本就寫不下去了 除了一死之外 沒有別的做法 後來想想也有道理 因為活下去才有戲啊 你寫死了就沒戲了嘛 你寫不下去了嘛 所以呢 這個沙利就一個人 最後他咕嚕苦令就一個人 這就是你看 如果愛德華是A 沙利是B A跟B原來在一起 然後負有對象是C或D 然後C或D不見了 以後A跟B呢 又不在一起了 然後B又跟什麼 E跟F在一起 然後E跟F又怎麼樣 這叫選擇性的情節 故事的用意就是這樣 當然這故事的最後一段 真的寫的是讓人氣得癌癢癢 至少這個如果是原配的話 是非常難過 因為他是想說如果 這是從一個旁觀者去 如果有一天 愛德華跟夏律從墳墓中醒來 望著滿天的星斗 他們會不會覺得相當幸福 什麼之類的這樣的話 誒這什麼話呀 你比如殺一個人 本來我的一生就為了你 我還給你生了小孩 現在你搞好了 你把我小孩給弄死了 然後你們兩個也死了 留下我一個人活著 這是幹什麼樣 導演就那麼恨我啊 所以這是這個故事 表示這個因素的排列組合 那一樣我們回到資本主義精神 跟新教倫理 那原來也是一對戀人 也是有強大關係 但資本主義發展以後 資本主義的精神 跟那個基督新教倫理 就分到揚鑣了 簡單講就是這樣 就拿這個當時的 德國知識分子都很愛讀的書 因為這本書 某種程度替你的外遇 做了最好的註解 表示外遇是重視情感的 才是真愛 只有小三才是真愛 用比較通俗的話說是這樣 當然這個書就被人家氣死了 就哥德爾有些爛名聲 可能也跟這本書的內容有關係 還有另外一個物譯就叫鐵籠子 英文叫Iron Cage 鐵籠的比喻是Parsons翻譯的 不是韋伯的原因 因為韋伯的原因不是鐵籠子 那Parsons的翻譯鐵籠子是根據 一本John Byan的一本基督徒小說 叫做Pilgrim's Progress 英文叫 中文叫天路歷程 根據這本書來的 所以後來有人追受 這因為Parsons的哥哥是牧師 還有他們家姓叫前程 所以他可能在年輕時候念過這本書 所以遇到了這個叫做硬殼的這個德文概念 Einstal Halteske Heuser 是個硬殼的意思 不是籠子 各位知道那個就是 蝸牛背在身上 烏龜背在身上的硬殼 跟你外面有一個籠子 你被關在裡面是完全不一樣的意象 那個是一個你擺脫不掉的負擔 而不是你被監禁在裡頭 所以硬殼是擺脫不掉的負擔 鐵籠子是監禁在裡頭 你這翻譯就把整個意象給搞錯了這樣 所以後來很多人喜歡這種鐵籠子概念 就認為現代社會對現代人來講 這種異化這種什麼就是一個 Iron cage就是一個鐵籠子 所以現代人就要掙脫這種鐵籠子 那當然也有人把這個威權政府 對於人民的控制當成鐵籠子 所以這個意象 Iron cage就非常非常的紅 紅到你告訴他說這是錯的翻譯 人家都不改你 那在原來天路歷程裡面 這個鐵籠子沒有特殊的意義 並沒有特殊的意義 他就像是被關在一個鐵籠子裡面 一樣 我找了所有天路歷程的中藝本 看完都大概叫鐵籠或鐵籠子 沒有什麼特殊的意思 那另外一個我很早以前做了 我後來發現好像我的另外一個學生 都多加了幾個藝本的翻譯 這是我當時因為沒有中藝本 你從這個文字的發展那個文章的脈絡 從29頁開始你看一直到205頁就是德文 把這個書裡面講到兩者關係的說 的用字都把它列出來 你也可以看出來它是 這觀念是怎麼發展 這是英義本的翻譯 所以你看這個Feventschap就是 他原來說內在的關聯 這是關聯或者有關係 inner跟這個德文是很像的 然後這個息息相關 然後才出現了因果關係 這在很早的時候講過是一個因果關係 這不是什麼選擇性的親近 然後講到關聯 然後這個Valveschap 我以前希望翻譯成頭和 兩個人情投意合 是這樣的想法 比較生硬的翻譯就是選擇性的親近 那這原來Parsons翻譯correlation 然後呢還有直接影響明顯的 有利於原字還有因果解釋 這Causala 這名是Causal Interpretation 所以你光從文本的脈絡來看 它這邊跟這邊都提到 是一種因果關係 這怎麼會是選擇性的親近呢 所以這是我的一個證明的方法 那新教論跟證明主義經驗有什麼不同嗎 那這個是我以前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有一次去聽一個老師的演講 那個老師就問了這麼一個問題 我覺得真的耶好有學問啊 後來我認真看了一下這本書 才發現 韋伯早就說了 兩個是有不同的 他根本就沒好好看書 你說外國學者也有人沒好好看書 問的問題是很好的問題 但答案韋伯早就說了 新教論呢崇拜對象是上帝 資本主義經驗崇拜是金錢 只是這Gold跟God在英文裡面只差一個字 所以那個美國的那個鈔票上寫 In God We Trust 我們相信上帝 鈔票上怎麼寫 加油站呢你去付錢的時候 他們都改成In Gold We Trust 我們相信錢 這個是一個有點搞笑的一個說法 所以你要付錢 你不要說我只相信上帝 我就給你加油錢 最近這個法國要漲燃料稅 你看已經引起暴動 而且影響很厲害 聽說還在凱旋門噴漆這樣 我相信一定有人認為 這是移民所做的事情 這個要污衊移民 這是太容易的事情 Gold跟God 第二個個人意願 新教論理是自願的 資本主義經驗是被迫的 第三個新教論理呢 跟個人的關係就像一個 這是偉博的 就像一個light mantle 就是一個輕的大衣 你隨時可以脫掉 然後這是一個硬殼 或者不恰當的翻成鐵牢籠 所以資本主義精神是你擺脫不掉的 那新教論理是你不要就可以不要的 因為是自願的 第三 所屬的生活領域 這新教論理是屬於一個神聖的領域 資本主義精神是一個世俗的領域 常常會聽到有人說 我真的就很世俗啊 我就是愛錢啊 不然你要怎樣 我就不愛看書啊 好像看書是神聖的這樣 好 那這個後來有論戰 這個論戰呢 我就暫時不說了 因為很多論戰其實都沒有意義的 因為都是集同鴨講 都是集同鴨講 然後有人認為他是反馬克思主義 其實是補充馬克思主義 不是反 他幹嘛沒事去反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講的也不是完全沒道理啊 還有施偉博新發現嗎 他在第一章就說 這不是我的新發現啊 這別人早就發現過有這樣的關係 那我只是提供另外的證據 來證明這件事情而已 然後這獨立的脈絡嗎 當然不是啊 它跟宗教社會學是有關係的 這是比較學術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談這個知識社會學 就談到新教倫理跟聖母主義 這兩種精神層面 思想層面的之間的關聯是什麼 這是它的重要性 那這裡面要證明給你看 這個為什麼是一個思想的關係 就是他在跟人家答辯的時候 他舉出了好幾點 就是他強調 他把他的那本書的重點 再講一遍 重點在這裡 第三段 然後再透過例證 我說明了這些精神態度 是如何因果地 關聯到現在的資本主義精神 意思就是說 他們倆是因果關係啦 我證明了這個因果關係啦 所以這裡有因果的 結果他說你看 我發現了天子的觀念 跟長久以來特別背 他說go time 注意到的課文教法跟資本主義的關係 這個是別人發現的 不是他發現 這個人發現兩個人 有選擇性的親近關係 然後這種選擇性的關係存在的 就是說這裡是息息相關啦 我們用中文講 交不離末末不離交 那就是相關的意思嘛 他只是把這個相關的關係 證明成為是一個因果的關係嘛 所以是這樣的 然後特別說天子觀念有宗教的根源 那就這樣 然後資本主義發展力 那個論戰史 第一階段 就是他還活著的時候 這個階段 第二階段是60年代 美國霸權主義興起以後 所謂的現代化階段 覺得美國的 所有的社會都要依據 美國的這種發展方式 變成那個樣子 那是現代化的階段 1980年就有東亞四小龍的挑戰 那當然現在台灣變成 東亞四小龍裡面最遜的一咖 這次高雄選上以後 會不會變成高雄四 高雄變得獨大 就不知道 雖然好像看不到 因為高雄從來沒有在台灣的新聞 那麼的紅過 台灣的新聞都是台北 你看這幾天台北有新聞嘛 這兩個禮拜 這一個禮拜台北基本上沒有新聞 好像現在台灣的首都是高雄 這個世界宗教經濟倫理系列 是韋伯的宗教社會學的 另外一個部分 其中一個導演 導演裡面的這段話 是最有名的話 這段話呢我就不知道 那麼有名 為什麼大家看的都不太一樣 它是利益而不是思想 直接載制人的行動 很多人在引用這句話 就是到這裡就停了 所以就告訴你思想不重要 利益很重要 這就是韋伯的馬克思主義 你怎麼看完呢 所以很多人在引文的時候 都引了一支 就是中間截取這段 這前面第一句話 是表示利益比思想重要 是直接載制人的行動 這是沒有錯的 第二句話 可是由思想所創生的世界觀 就是所謂的 這個利益以外的思想的力量 思想會創生一種世界觀 卻往往又像管鐵路的轉廁所 決定了受利益推動行為的方向 所以利益也許是第一關的重要性 那思想還有思想創生的世界觀 絕對是第二階段的重要性 就像你火車離開了車站 到底要往哪裡走 那要靠那個轉廁所來決定那個方向 決定避碰啊 決定其他的原則 所以決定的那個 所以利益跟思想是基本上是並重的 不可偏廢的 特別是 所以很多人只引第一段 就覺得韋伯跟馬克思差別不大 然後引了第二段說韋伯跟馬克思差別很大 那你都是自己 自己在那邊說嘛 所以我覺得這一段呢 並沒有差距那麼大 特別是思想決定了這個 利益推動的方向這一點 如果我們按照恩格斯後來的修訂 就上層跟下層之間 或上層跟基礎之間 可以相互影響的話 那基本上兩派人的說法 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啊 只是在先後而已啊 那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講到的 是這個經濟倫理的問題 這不是神學綱要中的倫理學說 不是那些大人物覺得倫理該怎麼樣 而是行動根植於宗教的心理的事實中 關聯的一種實踐的啟動力 就在一般人的生活上面 如何變成他們實踐力量 這點是很重要 但這點在證明上面是非常難證明的 你怎麼證明啊 他的這個行為是 真的是心理跟種種事實 特別剛才講到 韋伯要研究的那種一般人 不像我們現在可以靠著民意調查 可以靠著訪談等等 取得這方面的資料 韋伯那時候只能從書面 書面的一般老百姓在書面都是不存在的 存在的都是大人物的想法 第三在結構上是複雜的 它制約的條件是多方面的 表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之所以要簡單 有時候只是為了研究上的方便 第四經濟倫理跟經濟組織沒有必然的關係 這點是經濟倫理跟經濟組織 所以沒有什麼決定論的問題 組織如果是上層的一個部分 然後這個是意識形態的部分 如果按照馬克思說法 它認為是沒有必然的關係 還有經濟倫理不只是單純由宗教決定的 只是它在這裡要來研究宗教 只告訴你我研究並不表示 我那麼傻到以為所有經濟倫理都宗教 不是還有別的因素 只是我這個研究因為研究的方便 我要從宗教來研究它 所以有時候這種說明是很必要的 但大部分人都避開了這種說明 然後另外一個跟我們知識也比較相關 就是它認為經濟倫理跟某個社會階層的存在 是有關係的 但這個階層對經濟倫理想也不是絕對的 所以它把話講得好像都不會講死 但是大部分人後來在讀書的時候 都把別人的意見都想得很死板 其實並沒有這樣 比如說它研究了所謂六大宗教 儒教的那個傳人就是那個階層 承栽者或叫擔綱者或叫傳人 就是所謂的俸禄階層就是文官階層 古印度教是世襲的總性制度 還有波羅門跟苦行征 印度教是社會下層的平民密教者 這是不同的階層承擔的宗教的責任 對佛教是那些托波僧到處去刑起的 佛陀都是刑起的 所以有人說佛教吃素嘛 說佛教怎麼會吃素呢 人家給他吃什麼他吃什麼呀 他怎麼吃素呢 所以有的是不得已啊 像西藏的佛教就不吃素啊 因為有地方的關係 中國人佛教吃素是因為受到梁武帝的影響 還有梁武帝中國的和尚都姓氏 那也是受到好像梁武帝還是誰的影響 所以那並不是佛教的在原始傳來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啊 日本和尚並沒有都姓氏啊 全世界其他地方和尚 那個西藏的也沒有啊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佛教傳統的 有些其實是中國的傳統 或中國佛教的傳統 回教是聖戰士歧視團 還有蘇菲派的狂迷法師 猶太教是建民的士族 Pariya 還有社會猶太教特有典籍伊犁訓練的知識階層 基督教是遊走四方的寄將職工 原來耶穌的爸爸約瑟是個木匠 耶穌理論上也是木匠 所以耶穌的木工應該是做得不錯的 還有都市的市民 因為他們當初傳教就到都市裡去 所以這是幾個宗教的問題 那另外有所謂的達人的宗教 就是精英的宗教跟大眾的宗教 那還有達人的宗教意識 或者大眾的宗教意識 那virtuoso原來是用一個音樂的比喻 virtuoso是表示你拉提琴或彈琴 在藝術方面有特殊精湛的表現的人 叫做virtuoso 那一般人就是相對的沒有是特殊的 那宗教跟世界 除非就講到世界的發展 宗教的力量會越來越淡化 以前都是從宗教的立場 甚至巫術的立場去解釋這個世界是怎麼形成的 那後來隨著世界轉變呢 就慢慢從理性的立場 而不是宗教的立場來解釋 所以這個叫做世界的除媚 and troberon der Welt 或者英文叫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有著這個理性化的意思在裡面 就世界越來越理性 但是這馬克薩克其實在另外一個地方 他的那個所謂的過度的研究 或者我叫做監論的那篇文章裡面 強調的是其實世界的理性化跟非理性化是並存的 這個世界基本上是處於這種諸神論戰 各個價值之間不斷的在爭鬥的過程 到今天為止還是這個樣子啊 韋伯在後來兩片岩漿裡面 特別好像是政治當中志業吧 特別強調這種諸神的論戰 或價值觀的論戰的問題 那個一百多年來這種情況並沒有弱化 那理性主義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 他特別說意思越來越繁多 但基本上就是精確的抽象的概念為手段 越來越能從理論上來支配世界 然後以越來越精確的計算合適的手段為基礎 有條理達成一定跟既定的目的 這個就是一個理性主義 所以簡單來講理性主義就是那個 你在經濟學裡面學到的這種經濟人的觀念 就是什麼事情都強調目的跟手段之間 有沒有一個最簡單的安排最理性的安排 另外一個有計劃性的安排 這叫做理性的 還有有系統的毫不含糊的指向 無可依的救贖目標的實現倫理 基督徒特別是那個新教徒 是為了要獲得上帝的恩寵才存在 所以他們實踐的時候是以這個為目標 所以他們勤奮的工作不是為了賺錢 而是為了確認自己的恩寵的狀態 這是那個 那這個儒教與道教是他的世界中藥倫理的一個對比的研究 拿西方當為一個標杆來確定中國是什麼樣 當然他自己知道自己漢學知識不足 但是光你從他看到他爭吟的中文文獻 真的會跟中文有關的文獻 不是中文的文獻 是跟中文有關的文獻會嚇死你 他不是像圖爾幹子爭吟了五本書六本書 就開始大膽的論證 韋伯爭吟的書不只是五本六本 這個我在書裡面有講到 接下來他就像他儒教觀 這是我以前的整理了 到底韋伯怎麼看儒教 跟儒教到底是什麼 這個其實是有區別的 很多人現在告訴你說 儒家講什麼儒家講什麼 那是他們對儒家的整理 那個所有人都是根據 讀了孔子孟子這些人的東西以後的一個整理 但是這些人的思想之間 孔子孟子跟荀子光講這三個思想之間就有一些不同 所以你要把它都叫做儒教 那顯然你必須把某些不同的地方都給砍掉 第一個他不相信人的秉賦是有差別的 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 第二沒有自然法的觀念 不管他對不對 我們先說了 這是他的那個邏輯 沒有形式邏輯 沒有成熟系統科學 沒有東西都是西方有的東西 這是他在 他在這個談論路上 然後代表一般人的世俗道德 沒有懸私的興趣 注重實際事物 不重視巫術 強調理跟校 經濟上是消費取向 嚴禁與門爭利 反對國家干預 還有反對專業分工 崇尚古代經典 講求和平 敬畏鬼神 文人階級理論中 被其他學派接受 但不是唯一的 也不是壟斷的國令的哲學 那他並不是認為 中國的社會結構中間 完全都只有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 我從這個上下文可以發現 至少有幾個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技術 跟其他的地方是一樣的 但是呢 不利的因素也不少 當然也不是說有利的因素 加上不利的因素 然後看出生下 剩下什麼那就什麼 也不是這樣計算 所以他有兩面都有這樣的考量 然後最後呢 總共有18個不利於發展的因素 然後他又把儒教跟清教對比 清教是指英國的新教 所以大家新教論理研究的是歐洲的新教 在清教教派研究的是美國的新教 到了這個呢 對比的是英國的清教 而不是歐洲大陸的 也不是這個美國的 這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 難道那些清教都一樣嗎 譬如說他在對比儒教跟清教 對於巫術的態度 這個原來沒有的圖表 這都是我整理的 清教視為妖念 儒教容忍這些事情 神人神跟人士態度 清教是緊張的 儒教是和諧的 人際關係呢是不講人情的 跟相互信賴 儒教強調人情至上 但是相互猜疑 這個有的是對照來看 是對照來看 然後呢 清教在自我控制上面 是奉行上帝的旨意 儒教希望成勝成賢 然後這是內心自發 這是外溯而成 這當然不一定每個人 都同意這樣的說法 我還是要強調 商人行為是清教不圖小利 儒教是知諸必教 語言運用上面呢 清教是對事不是對人 言簡易改 儒教強調遲早華麗 彬彬有禮 其實孔子講的是遲答而易 怎麼會是遲早華麗呢 講得通就好啦 就其實言簡易改就行了 所以這個其實不一定 韋伯的解釋不一定是對的 如果我們從文本上來看 但是他這樣解釋 一定有他的文本根據 他根據的可能是 某些人記載的中文的行為 而不是倫理 不是重要經典上面 要求你要有的 財富觀呢 是禁於主義成功的象徵 這是清教 或者意外的結果 儒教呢是蓄彩 而且是有益的結果 那在知識觀方面 清教強調是重視自然科學 儒教是強調追求書本知識 然後清教方面強調是 知識世界觀 合理的駕馭知識 儒教是合理的適應知識 那特別要強調一點 清教重視自然科學這一點 我們今天會講到的Merton 或者以後會講到Merton 是有寫了一本書 談這個問題 那方法論這個 我就不多說了 這個 為了我的以前的講義 基本上跟這個沒有太大差別 這裡面只有一個爭議已久的問題 就是Welt Freiheit要怎麼翻譯 這英文通常翻成Ethical Neutrality 翻成中文 照英文就是價值中立 Welt Freiheit呢 也有另外一個翻譯 這是Wolfgang Schuchter的翻譯 他說 Freedom from Value Judgment 免於價值判斷的自由 跟價值中立 我就不知道 在作為你們現代人來講 這兩個是有很大差別的嗎 會有誤解嗎 如果光看中文 免於價值判斷自由 就是說我可以不加入我的價值判斷 不表示我沒有價值 價值中立好像有一個地方 是可以不展現你的價值 在我來看沒有太大差別 但有人才講說 哪有可能你沒有價值價值中立 我覺得價值中立不是說我沒有價值 而是我不採取任何一個立場 那免於價值判斷 在這個意義上來講 對我來講就是一樣的 但很多人認為人可以沒有立場 所以我只是提供我的意見 我作為一個下屬 我提供意見給我的長官 那他來決定該怎麼做 那對於我們研究者來講 我是不應該表達任何倫理價值的 那後來有人認為 這都是亂講 哪有一個人沒有倫理價值 您就應該清楚的 明白的說出你的價值立場 讓我們好判斷 你說的話到底是有根據 還是沒有根據 我想這一點 在我們現在更多的經驗 譬如說有關同婚的問題 如果你知道一個人是贊成同婚的 你想你還會聽他講的理由嗎 或反對同婚的 你大概就不會再聽下去了嗎 他已經說了他的立場 你就根據他的立場 到底跟你是同還是不同 你就已經做了決定了嗎 所以可能沒有一個事先立場 你可能還會願意聽聽看不同的意見 如果有一個事先立場 我看你大概沒有這個機會 另外呢 馬克斯維伯爾說到事實跟價值的問題 所以研究者跟老師必須無條件區分 經驗事實建立跟他個人對這些事實的評價 但是現在我的經驗裡面 包括我當學生的時代跟我現在當老師 很多老師在這個時代以自己有某種價值 為榮為豪 甚至把這個東西傳給學生 他不認為需要有區別 那老師的責任在這裡跟傳教士的責任 到底差別在哪 老師教導的到底是一種可以思辨的知識 還是是一種不容思辨的信仰 這點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那在這裡說社會科學不能替人免除做抉擇的困難 最後的抉擇還是你個人呢 他們也不應該給人們說他們可以做影響 不是說我社會科學你可以不要負責任 我們社會科學還是要負責任的 為什麼能不負責任 意思是這樣 這偽薄的看法 社會科學問題的選擇 是受到所處理現象的價值觀念的影響 這所謂的所處理現象的價值觀念 就是說你這個人研究者對於這個你研究的對象 到底懷著什麼樣的價值觀 有些人你是覺得很無所謂 還覺得你要為某個立場來辯護 這就是你的所謂價值觀念 價值觀念指的是對決定一項經驗分析的主題 跟問題特別的利益所做的哲學的解釋 算成白話完就這樣 這個東西跟你的信仰跟你的信念 有沒有什麼樣的關聯 那這個馬克斯瑞伯的一個觀念 叫Ideotypus 就是Ideotype Ideotype他講了之後 第一個Ideotype不是假設 但是可以引導去成立假設 它也不是這個現實的描述 目標在精確地表達這種現實的描述的方式 第三個它也不是平均數 這都是當時社會科學界所有的概念 那是什麼呢 是片面地強調一種或多種觀點 然後根據這種特殊的觀點 將許多分散的特殊的 食有食物的具體現象在綜合而成的 所以你是一個大雜惠 根據讀者的 根據研究者的研究的需要 我就取了這個取了那個 然後拼出了一個東西 所以在現實中是找不到了 是烏托邦 所以這個Ideotype就是一個 研究者的建構的一個東西 建構的對於他研究上方便的東西 比如說我要研究台大學生 那我建構的台大學生 我就不會去查他的學生證 我說啊 什麼什麼時候在台大校園裡面碰到的 年輕人 如果我要查他學生證 那這當然也是一個方式 好像我做的比較嚴格 那有的台大學生 他就在小福啊 在哪裡學生經常出沒的地方去訪問啊 然後他也不 他不特別強調你是否是台大學生 他反而是在台大校園裡面碰到的學生 然後他隨便找啊 有時候是找那個願意跟你講話的人 有時候找男的 有時候找女的 這個都是他在建構這個 台大學生這個概念的時候 所做的這個解釋這樣 好 那他講的最誇張的地方 這也是我覺得深以為憨的地方 就下出一身冷汗 那譬如說研究資本主義的文化的烏托邦 就可能強調不同觀點 而在現在的經濟體制找不到 而且每個烏托邦也不同 但是呢每個烏托邦都可以宣稱 他們呈現資本主義文化 這講完不是表示資本主義的文化 因為研究者的建構的不同 是不可比較的嗎 然後每個人都說可以自己試 然後我發現你不是 你發現我不是 但是我們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那這個學問怎麼做呢 這句話我就覺得 有各說各話的嫌疑 然後你看他在另外一地方說 比較經驗事實 建立其同跟異 然後以最精確異統的概念來描述 再加以了解個因果的說明 這了解個因果的說明剛好是 後來這個 或當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戰的時候 兩派不同的立場 一派強調人文科學的了解的特重要性 一派強調這種像社會科學一樣 自然科學一樣客觀的描述 外在世界的所謂的說明 因果的說明 這是explanation 這是interpretation 如果你輕輕放過 就覺得了解個什麼 它這叫綜合兩派人不同的立場 當然很不幸的韋伯後來 因為他的社會學那本書 叫經濟與社會的副標題 叫做全市社會學的大綱 所以他被認為是 社會學的全市學派 我一直覺得說 你光看一個書名 就說他什麼學派 你看這個他想要了解 又想要說明 他根本就是兩派都通吃的 他並沒有只強調全市而已 更何況那個書的書名 不是他定的 所以有的人 就做這樣的連結 我是覺得有欠考慮了 還有什麼叫客觀性的問題 他的文章也寫得非常的不清楚 這是從不清楚文章裡面找出來 大概相對而言清楚的 就是所謂的客觀 好像不含個人情感 好像是一個獨立於人的意志之外 存在的東西 那不是的 你看他說社會學的客觀性 依賴跟評價思想 習相關的經驗資料而定 所以這客觀性要看經驗資料喔 跟它有關 所以評價思想 決定了經驗事實的價值 跟重要性 你為什麼研究這個 因為你的評價的思想 就你對這個事情 有一個看法 有一個價值觀 決定了你選擇 什麼樣的事實 還有這個事實 有什麼重要性跟有什麼價值 你今天為什麼要研究這個題目 如果有人來找我寫碩成文題目 我有興趣 這是一個理由 但是這個理由呢 就是說這個事實的價值 這件事情是你有興趣 對你是有價值 可是對學術界有價值嗎 沒有人研究這個啊 像以前有學生研究這個漫畫 說老師怎麼不看漫畫 你研究漫畫幹嘛 這個漫畫現在很多人看 說服了老師 然後老師雖然不看 那可能就會接受 就是他重要性會被知道 可是對老師來講 這個東西還是沒價值的 因為老師不是在這個領域裡面 那後來接受了 就表示這個是有著改變 所以這客觀性 並不是什麼不含著任何情緒的 沒有啊 這個評價思想就是有情緒 就是你會覺得這個東西 到底有沒有價值跟有沒有重要性 所以客觀性其實是跟評價思想有關 跟一個人的想法有關 第二 所有的概念建構跟建構最終目的 要求取具體歷史實驗和模式 所具有的文化意義 所以你要去解釋這個事情 到底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意義 所以強調的還是 有人會做偉博是一個全世界派 是因為他強調這個文化意義的問題 那文化意義就是一個人去建構的問題 有些是譬如說你在一個嘉義那種 海邊的小地方 蓋一個高跟鞋教堂 那個甚至還不是教堂 是不是 它只是叫做高跟鞋教堂 那你要說開放觀光嗎 因為那個高跟鞋教堂造型很特別 這是絕對沒錯 但是那個地方呢 你除了下來 照相以外還有別的東西嗎 我有一天看一個報導說 那地方不能乘涼 夏天去的話又非常的熱在海邊 所以你照完相了 就得上車趕快走開 也沒什麼電 也沒什麼那個 頂多就是上車睡覺下車尿尿 你然後那個下車照個相 旁邊完全沒有任何可以讓你好像休息 或者其他的觀光景點 那這個文化意義是什麼 你也許可以從這裡來解釋 當然你可以從這裡來解釋 還是有意義的造成那個小鎮 那個地方的這個交通的這個舒暢 因為要有車子來 所以路可能會修得特別好 這個你也可能從裡面見過 是什麼文化意義 或者你認為這是一個沒有意義的事情 你既然蓋一個教堂 怎麼沒有神父呢 怎麼沒有修女呢 怎麼沒有這個宗教相關的事物呢 你蓋一個高跟鞋教堂 是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要用這種女性的鞋呢 那是誰 灰姑娘留下那雙鞋嗎 那時候你就可以玩這種文化遊戲 那學術當中置業 他也提出了一些相關的問題 那這個我也不要再特別說了 這當時的 美國現身學術的年輕人生涯的比較 這個現在有些地方好像看起來適用 還有學術機構研究中機運的問題 這我必須說一下 我以前念到這篇文章的時候 就非常喜歡這句話 說機運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類似這樣的話 我就在我的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就在我的文章裡面引用了這句話 被美國老師說 這句話沒有必要啊 我說蛤 那這句話很多人都會說吧 你為什麼一定要說是 Marks Weber說的呢 我好不容易看到 Marks Weber說的一句 我覺得可以引用的話 結果被我老師覺得這是沒有必要的話 你就知道這有多難過 所以我這邊特別要講 他說這邊 這場賭博中 機運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 但卻佔有如此重要的角色這樣 到現在為止 我當然還是認為 這是Marks Weber講過很有意思的話的一句 別人一定也講過 好 他說機運而非真才實學 扮演如此重大角色 不完全根本人性 甚至我們不能說人性是主要的因素 那這裡還只是負責推薦的教授 跟教育官員之間的協調合作 這個你要來拿來講這個政治仇佣的話 這都是很好的話這樣 為什麼他可以當什麼高級實習生 年薪多少250多萬 為什麼看不懂報表的人等等等等 你都這裡都有類似這樣的東西 當然很多人會覺得 這裡有說政治干涉讓佣人當道 這好像都在罵現在人 如果你覺得這個話還好像在罵現在人 那表示德國當時的政治跟台灣 或者任何你罵的那個社會的那個政治 基本上都是屬於某種類型 不同人做同樣的事情 還有雙重 學者跟教師雙重任務是很難兼得的 現在的要求就是你都是要做出這樣 然後學術訓練出來是精神貴族 所以像我這種人就是精神貴族啊 還是瘋狂的冒險這樣 學術專業化跟熱情的問題 這我個人非常同意的 熱情是先決條件靈感起決定作用 這我也同意的在我的經驗裡面 如果對於學術沒有熱情 別人看來我們是很輕鬆的 那其實是真的是世衛素餐了 另外天賦人格就是你的一個道德的堅持 這個叫Persenlichkeit 真的就是一個道德堅持 日本人就根據這個話叫做人格者 就他是有很有堅持理想的人 還有個人的體驗這些就是很重要 然後認為現身學術人才有人格 這個人格跟我們現在用的人格是不一樣 還有學術進步是人類理智化的一部分 這是intellectualization 在語言上透過計算可以支配萬物 還有世界的除媚 剛剛我們講到 再也不像相信神靈存在的人那樣 以魔法支配神靈會向神靈取求 取而代之的是技術性的方法跟訓練 這就是理智化這回事的意義 那這裡面有沒有蘊含著量化的意思在裡面 我覺得是有 因為有一本書叫做 The Measurement of the World 說世界的發展其實是越來越用量化 來了解這個世界 你看現在的所謂大數據 你在網路上買任何一個東西 它慢慢就可以推薦你 你可能有興趣的東西 我最早碰到的是亞馬遜買書 你買了幾本以後 它大概就可以推測出來 買這本書的人同時也買了哪本書 會提醒你你是不是也對這個有興趣 那現在其他的這個東西已經是非常多 我上外國網站 那旁邊的廣告都是中文的 就是跟我上去買過的東西可能就有關係 所以這種量化的資料或量化去瞭解這個一個人的行為 我覺得已經在日常生活中已經發生了 那是完全排斥不了的事情 好另外學術意義 如果有這個意義的話 是通往真實存在之路 通往真實藝術之路 通往真實自然之路 通往真實上帝之路 通往真實幸福之路 這才是學術的意義 這是韋伯認為的 那這個上帝之路 當然我們在這個地方 不是有國教的 特別沒有這種國定宗教 所以通往真實上帝之路 大概都是各自表述的 好那政治跟學術呢 就講政治是不屬於課堂的 這個跟我們社會科學院 大概很難政治不在課堂裡 特別是在戒嚴時期 那個課堂上基本上都是政治 沒有什麼好說的 那政治立場 因爲政治當然是不一樣的 教師不應該傳授政治立場 所以我們在那時候 你要念到這種話 你就覺得很高興 現在這種話 你覺得你影響老師的政治自由嗎 影響學生的政治自由嗎 你以為你在台上講 學生都會聽嗎 就是這樣的話 然後教師不管是否具有領袖才能 都不應該在課堂上以領袖之居 有多少人真的是這樣 如果學校園裡面 或者課堂裡面有人是黨主席 那他應該在學校上課嗎 他上課內容 你要覺得他是在做政黨宣傳 還是他在做一個學術的報告 學術的使命的問題 必須有一個清明 你不覺得清明跟那個 迪哈爾所說的 clear and distinct 應該是有關係的嗎 清楚明白 然後學生如何幫成 老師如何幫學人達成清明 就老師要清楚 你如何幫學人這樣 而不是你去找信徒 我覺得很多還是找信徒 所以你看這邊有說 各個領域的價值主宰神 互相爭鬥 每個人信仰的人不一樣 支持的人不一樣 所以真的 我們還好有一個選舉制度 至少是用平和的方式 而不是用這個鬥爭的方式 或殺人的方式 那這個是不能等待 而要依信念行動 這Marcus Weber的說法 所以這個大概對於 從事社會運動的人 是很有鼓勵性的 但是如果老師在教室 教室裡鼓勵同學上街頭 那前面說不能夠那個 就互相矛盾 好 這是韋伯的講義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